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我们今天谈的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学生准备的软实例 软实例如何准备 为什么要准备软实例 其实大学在搜学生的时候 他要看的项目很多 英文叫Holistic Review 他这个全方位全面向的各个方面 都要来了解这个学生的特质 包括说看得到的分数 看得到学校的成绩 看得到的课外活动 他还要一些看不清楚 用这个文字去揣摩出你的人格特质 包括说你的观念 你的态度 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你将来对这个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在哪里 而这些可以体现在我们人讲的三观 所谓三观就是你的世界观 你的人生观跟你的价值观 越来越多大学在收学生的时候 他收的不是只有你的Physical Body 就是说你看得到的你的个体 你的形体 他也要收你的 录取你的灵魂 录取你的想法 录取你的观念 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 因为这些才是决定你将来在社会上真正的力度跟高度的所在 所以当一个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能够充分的体现你的价值观 人生观是跟大学想要造就的孩子 这个方向是有一致性的 那这个时候大学就跟你说你跟你这个孩子申请学校的学生是频率共振 气场相投合的 这时候能得到招生观的青睐 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的力度 你的能力就增加了 其实在ACI南加州学院 在申请学校的这个学生的案例里面 我们通常能够帮学生找到他的人格特质 找到他的特点 调整他的观念 想法 在他的文章里面 字里行间或者推荐性里面 把这个学生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贡献力 这种力量能够体现出来 这些是要长时间的经验的累积 在ACI申请学生 帮助学生申请大学 有30年的历史 所以这30年的经验的传承 前面的学生进到常青藤的盟校 进到顶尖的学府 他们当年在申请大学 他所写过的文章 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成就力度 这些都传给后面的学弟学妹们 所以在整个申请大学规划来讲的话 选对学校 选对一个机构 能够真正帮助你的孩子 其实这就是一个重点 否则你的孩子本身 他能力可能有九分 因为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不知道如何呈现 你这九分的表现或者实力 到大学眼里只剩下七分 甚至只剩下五分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而你说对一个说 伯乐会看千里马的话 那把这个千里马呢 就呈现在大学眼前 你原来可能只有七分的实力 可是呢 找到一个很会 帮助你申请大学的专家规划的话 你的实力就会变成是九分的实力 甚至到十分满分的实力 来申请大学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选择申请大学的 这个培训机构呢 找到有经验的 才能真正帮助你孩子 进入到理想的大学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